赌王何鸿燊五月底离世后,他的遗产以及丧礼等安排皆成为焦点。 6月27日,何氏家族在香港主要报章刊登复文,正式宣布赌王的丧礼会定在7月9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, 而赌王家族所有成员的资料也全部公开。 而在媒体中,从未曝光的赌王第17个儿子何尤邦也首次出现在名单当中。 神秘的是妻子首次的出现迅速地引起了热议,但很多年前已经有传闻他已经病死, 并且取名何尤家,如今却突然以再生的身份出现,并且换了另一个名字, 确实令所有人都细思极恐。 而从排位上看,何尤邦位于四太二子何尤亨与三太幼子何尤启之间, 可以推测其年龄约在28岁左右,港媒报道称他才是四方的长子, 但何尤邦如果一直在生,为什么却一直没有现身呢? 6月27日下午,四太梁安琪对外发表声明, 证实了何尤邦的存在。 四太表示,大家好,我是梁安琪, 今天我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下何鸿燊先生和我的孩子, 不是传言中的何尤家,他叫何尤邦。 作为一个母亲,我很焦虑外界的不识传言, 会带给尤邦负面的情绪影响。 尤邦在何氏家族及亲友间并不是一个秘密, 从小到大,如其他孩子一样,深受家人呵护照顾。 一直以来,我们家都会一起去旅行,举办生日会, 让他的生活更快乐。 我先生也非常疼爱他,尽量为他做好一切妥善的安排。 尤邦的人生,注定了他必须被保护,不能够被打扰。 我们知道现实社会生活需要故事, 但也需要善意、理解、互相的爱护。 这是我们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,就此事向公众说明, 万望大家理解,感谢。 事后部分自称知情的港媒发表深挖, 表示邮邦是四方的长子, 年幼时一场大病导致了情绪出现问题, 后来赌王和四太将他送到澳洲治疗, 后来发现无效而转送美国, 之后一直留在美国。 赌王听取专家的意见, 为了控制好邮邦的情绪, 觉得他不适宜在香港居住, 为了保护好这个孩子免受媒体骚扰, 于是让他在美国生活, 提供专业人士照料, 所有开销, 皆由家族的基金负责。 而环度佳节时, 赌王会安排邮邦回港, 四太和子女也会到美国探望他。 根据了解, 邮邦怕人多, 不善和人沟通, 也发现他对玩电脑很有天赋, 大学毕业后在大企业办公。 赌王去世后, 家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他, 考虑他的问题和为了保护他, 相信不会安排他回港, 出席赌王的丧礼。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。